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色列人的与业节跟我们华人的农历新年有许多相似的规矩和习惯 那我们华人传统上有三大节期 农历新年或新春节、冬节以及中秋节 而以这些节日并且相关的则是各地的风俗习惯 这些风俗习惯有的可以将生活装点的多彩多姿 而有的则是源自迷信的传统 虽然是华人文化的一部分 但是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必须坚持一个信念 那就是圣经高于一切 所以我们是按着神的话语的教导而活 而不是在文化底下来活 我们也要祈求圣灵赐给我们的智慧 在这些节期与家人的相处当中 可以兼顾信仰与亲情、友情 以归荣耀给天父过一个蒙受祝福 同时也祝福他们的能力新年 所以我今天要来跟大家谈谈我们身为基督徒 如何来过能力新年 抱歉啊 因为最近我的过敏很严重 之前是潮湿的时候是比较算是 累積过敏 现在春天来了 又有花痕过敏 所以请大家包含一下 有些时候可能找不到能够咳嗽 或者是痕疾 首先我要跟大家说一讲事情 是应当境界的事情 应当境界的事情 那主要有两类 一类就是迷信 迷信包含了哪些事情呢 第一就是敬拜 我们身为基督的绝不参加庙女活动 而如果不得不参加家族的祭祀 或者是单位的祭典 则绝对不能够拿香烧纸钱 明纸或者是跪拜 因为这是向偶像虚伏 必然造的真神的证物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祂曾经在《初爱集经》第20章 非常清楚的来跟徒说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也不可做什么形象 仿佛上天 下地和地底下 水中的百物 不可会拜哪些像 也不可侍奉它 因为我听说 华人的神是季节的神 所以我们的神是讲得 非常的清楚 也非常的确定 我们绝对不可以 拜任何形式的偶像 所以我们不参加庙女活动 另外一个 是在农历新年的时候 是我们追思 和纪念祖先的重要之子 但是我们基督徒 因着不拿香 不会败 也不骚名止 很容易被我们的同胞 互认为是不孝 所以我们应当清楚表达 对于我们祖先的追思 以及敬重 虽然我们不祭拜他们 但是我们可以在除夕夜 或者是初一的时候 举行敬主感恩聚会 以诗歌祷告 如今追赐祖先德行等等 产发对先祖的尊敬与效施 同时我们更要来勉励自己 鞭策自己 要将从祖先传承下来的生命 活得光明正大 可以归用要没有在天上的附身 也可以真正的来光中要主 这个比起只是在形式上的这样一个击败 要来的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那除了迷信之外 我们要注意到 在禁忌方面 我们军徒也不必对这些事情所拘束 不然在过年期间就虚弱了禁忌 例如呢 只能说好话 不可以说不好听的话 不扬的话 不可以就是说出口骂脏话 也不可骂孩子 尤其是不可骂孩子 为什么呢 如果在过年期间骂了孩子 那这个孩子一整年都会不听话 就得天天骂他 所以你看这是一个禁忌 另外一个是 不可以在吃一道出事之间打扫 打扫 打垃圾或打垃圾 或者是向外拖水 而初五的时候就可以扫地 但是那一天扫地呢 必须从门口向内扫 为什么呢 如果是像平常一样 从里面开始扫啊 会把财积给扫掉 所以你看这是另外一个禁忌 在外是初一初二可以洗衣服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人说初一初二是水神的生日 如果再来一瓶洗衣服 那会发水弄脏 就会触怒他 奇怪 这个初一初二怎么会是水神的生日 我的意思是 就算他是一个人 他怎么可能分别在两天出生 这个就是一种女性 那么初一不可吹人其发 否则这个人一整年都会被人在后面吹着 要赶快做事 还有这个已婚与职 不可以在初一初四处 求婚娘家儿子 不在初二或初三这么做 否则会把娘家给吃穷 苏一不可吹人其发 这也是最梦中的人拜年 否则对方会一整年都要躺在病床上 有很多的规矩 过年的时间 要吃鱼 因为这个鱼跟有鱼的鱼是邪音 所以要年年有鱼 就要从这个过临期间从大人书一开始就要多吃鱼 但是这个吃鱼可有讲究了 你不可以吃鱼头不可以吃鱼尾 为什么呢 这个如果连鱼头都鱼尾都吃光了 那就没了是不是 所以呢 无论那个鱼头 我知道有些人喜欢吃鱼头 如果连鱼头都吃了呢 那这一整年就都没有鱼可以吃了 因为当初都吃光了是不是 过临期间不可讨债 否则这个债妇跟欠债的人这一整年都会没运年龄 那么你看这些都是以鹅传鹅 那么我们基督徒对这些禁忌 丝毫无需担忧恐惧 圣经有这么一段话非常好 在哥鲁西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 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时脱离了世上的小学 这小学在这里进行是基础的事情 基本的事情 为什么人像在世俗中活着 服从那不可拿不可藏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 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 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 更重要的是形式 我们过去也许 我们还没有信徒的时候也许 都活在这些禁忌底下被他所捆绑 但是我们既然信了主 靠着主的爱这些东西就通通不足为据了 在圣经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说 爱里没有惧怕 这是在主的爱里没有惧怕 爱自己完全就把惧怕抄出去 因为惧怕里含着行拔 惧怕人在爱里为何完全 我们感谢主 我们在主的爱里得着完全的保守 所以我们除了民心不可去做之外 我们还不可以放纵 当然现在大家都风衣出食 不会像过去一样 可能在温饱上面有一些问题 所以到逢年过节的时候 就大吃大喝 吃喝五度醉酒荒烟 过了年之后就要赶快来想办法减肥了 也有很多人可能在逢年期间暴食 所以上一遍 圣经讲的句话非常好 更能够写出九章二十五节 凡事都有节制 凡事都有节制 节制是几乎一个很重要的性格的特质 另外一个是娱乐旺行万物丧事 应该没有万物丧事 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老师是这么教我们的 必须是亲近朋友聚集灾起 大家心情也好了 乐起来 然后就打牌 然后可能就做一些平常不会去做 我不敢去做的事情 为什么呢? 人多壮胆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不要去放纵这样的事情 不要愚恶忘行 我们在做这些事情之前先想一想 圣经有这么一段交道 瑞雷诺前书归六章十二节 凡事我都可行 但我都有益处 凡事我都可行 但无论哪一件 我总无受他的侠侍 这个就是赌国投机沉溺书归 我知道很多人包括 成为基督徒们在内 在过年期间被赌国 总觉得这个过年好像就是某种形式的法律 或道德的假期一样 我们可以在这一段期间 为所并为 那赌国其实是很厉害的诱惑和事态 那赌国有多厉害吗? 赌输了 还想再赌 为什么? 翻本 是不是? 赌赢了 更想再赌 为什么? 继续赚 所以 其实对于我们大家来讲的话 赌国就是一个无底坑 有去无回的 那我们记得天国太显著六章九节的教导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 就落在迷惑 落在网罗 而许多有无知有害 私欲 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呢? 刚刚讲的是 不要去做的事情 要讲的事情 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献上感谢 献上感谢 你看我们大家都是 异乡人 这个也是异乡人 我们是异乡有词 是不是? 想到呢 这个 游子营这一首古诗 慈母手中见 游子身上义 大家应该再讲 他就不要表演了 再讲我五天了 好 那么我们就感谢神 将我们带我们到这边来 我们在这边来地主 我们在这边甚至于生根 我们在这边成家地业 我们受祝福 我们也感谢神赐给我们丰盛的祝福 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 他赐给我们许多的恩典 是非常的够用 让我们有吃有喝 让我们可以胜过苦难 所以我们就献上感谢 另外一个是要除旧迎新 我们要打扫环境 患难新 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 张贴春联 这就是我们这个 刚才所读的那一段经文 以色列人在逾越节前 要将羔羊的雪 来抚抹在门框和门楣上 一样 这就是异曲同工 所以我们基督可以来 在门上来贴春联 但是我过去在加州服事的时候 那边是几个地方 我会提醒我们华人通报 说在住家的环境上 不要来显露出我们是华人 因为有些人知道华人 喜欢怎么样 赚钱 又很能赚钱 又很会存钱 可是存钱呢 有些是不太放心银行 所以干脆就留在家里 那如果咱们在门口贴春联 他们一看就知道是华人了 所以就贴在门内 没关系 你看我们这个 有很多的春联 那这是我们感谢神 所以我们的林波夫他亲自为我们书写 我们非常感谢他 所以呢 大家可以来做这个事情 另外一个是自我省禅 性更新 省禅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对神对人有不亏欠 行事为人是否自我 心思意念是否是俗 属灵生命是进或退 这是让我们想到 神主保罗 他特别强调了一件事情 要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向着标竿指导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照着来的奖赏 第三个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更向基督见证更新的生命 让我们要苟日心日日心又日心 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是日心有心的 让我们基督也要学习分享祝福 我们可以再跟基督们团聚的时候 来跟他们分享我们的主 在过去一年当中说赏赐下的祝福 有所思考我很喜欢英文的诗歌 叫I love to hear the story 中文有很多版本 那么他的米南语版本叫做 我爱讲这故事 我爱说这类词 第二节是这么讲的 我真爱讲这故事越思想越有思慰 世间各项所看望 全都公众与这不比 我真爱讲这故事由这受大寒击 所以抱我所经过 所以不我所定为 向他抱我所经过的事情 放定 来听听这个 盼望你们来得这个定义 来得这个祝福 这是我们基本上应该做的 是不是 那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时候 来拜访若是群体 或者是苦难中人 给予温暖的关怀和实质的帮助 与其在这个时间 其实我们平常就已经大死大喝了 是不是 不如把这点钱留下来 省下来去帮助那些 有需要的人 甚至于邀请他们 来一起过年 那么圣经这样讲 你若像饥饿的发迭力 使困人得饱足 你的光就会在那样中发现 你的优压力便如正如 耶和华也时常引导你 在刚刚之地 使你心满意足 五头强壮 还有我们可以节省不必要的花费 你会存下活包 牙策钱 奉献给特定的福音事工 或者是宣教的工人 或预备参加 短期宣教旅行 对于弟兄姐妹们的朋友们 随着时代的地赛 以及社会的发展 我们其实可以感受到 年纪的味道越来越淡 不光是我们在美国 因为没有放假 所以过年的气氛 气氛不是很容易 就算在刚好 我相信都是一样的状况 那么无论如何 我们一方面 在基督里成为新造人 另外一方面 我们的华人的传统文化当中 有合余圣经的 我们就应当继续的 来将它来给予尊重 来发扬光大 那我们希望我们基督徒 能够借着这些方面的 爱心耐心信心 而来的美好见证 能够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真理 及早的分享给我们所亲爱的家人 无论如何 基督徒在传统节日 更当积极的为神 来发光作严 来容神以人 来我们第一口大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那谢祢我们在今天来庆祝我们的农历新年 求祢亲自保守我们 在这新的一年当中 更加仰望祢的处处和带领 也帮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里头 能够为祢做美好的见证 所以让祷告感谢 nên更加仰望祢 咱们品牙